田馨老师 这个盘到底是要反弹还是回升啊 想知道吗 当然咯 看节目咯 欢迎投资好朋友来到股市田馨的节目 我是品华 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 长背骨的代言人 标骨女神 刘云熙 刘副总理老师 田馨老师你好 品华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田馨 严谏老师哦 长背骨女神 有没有让你获利再创奇迹 都有了 今年度七档的长背骨 还有呢 除了是长背骨之外 长云庭还包括了 淋雨啦 雷虎啦 有没有标不停 以及呢 近期我们的红旱 有没有让你避掉风险 然后呢 又让你赢在起跑点 感谢田馨 赞叹田馨啦 让大家越赚越多了 舒服啦 开心赚啦 有没有感觉红旱 又带领大家 赢在 起跑点啦 感觉就是舒服啦 老师你把大家的钱钱的 放在这档股票上面 大鹏拉回我都没有感觉呢 回来七百点了 超过呢 真的耶 没感觉吗 没有感觉耶 因为股票真的太好赚了 恭喜大家 多看越多啦 小赚也是赚嘛 当然啦 大赚小赚都是赚喔 所以我常讲 就是言细的节目要认真听 一定要 当时在预告 已经告诉大家好几次了 有 隐藏版的资讯概念股 这种底腹才刚刚冒牙的 是啊 我一直说小赚嘛 为什么 因为你看 这样子拉起来 接近连舞拉舞了 是的 然后再看盘市 对 你看盘市 你就会很有感觉 为什么 因为盘市是这两天 才开始反弹 是的 对不对 可是我股票 已经先标出去了 是啊 你这样子比较 你就知道 哎呦 赢在起跑点的感觉 舒不舒服 当然舒服 而且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为什么咧 来 我先不管 红旱 我们赚钱 我让你看盘 为什么 我知道很多人 现在在大盘这个位阶 他会去压 反弹 还是回升 反弹 还是回升 我问大家 好 你到股市里面来 应该都是想要赚钱吧 当然啦 那你到股市来 只想赚一天两天吗 当然要长长久久 怎么可能一天才两天 那你到股市来 只想赚一块两块吗 当然不是啦 我要做完一个大铺段 所以重点是 哎 长长久久 加上大波段 是的 对不对 那长长久久 加上大波段 那要怎么样 才可以长长久久 是不是可以用 你的股票 去避开像这样子 大盘的回落 是 当然啦 有没有 像三月中 也是回落 对呀 然后这一次 四月底也是回落 这两波的回落 如果你避开来 是 你是不是很轻松 当然很轻松 那你看我的股票 是不是早就帮你避开来了 哎 有耶 是不是早就帮各位避开来了 有的 感谢甜心 赞叹甜心 所以我问大家 反弹回声 你现在回过头来思考 反弹回声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没有 没有啊 为什么 因为讲白话文 总结一句 不管是反弹也好 回声也好 都算是震荡盘的一种 为什么 因为妍希告诉过各位 一年开盘260天 是 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震荡 对 那既然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震荡 那你在震荡盘的时间 要不要赚钱 当然要啊 而且你在震荡盘 这个三分之二的时间里 你也不是只想赚一块 不是想赚两块 当然不是啦 你想要干嘛 大转波段吗 当然啦 我就说红旱 我们小转 为什么 我换个角度来讲 好 假设你今天 你看大盘已经回落起跑点 那红旱是直线喷出的 没错 那我问大家 假设这一段时间 大盘是没有回落呢 那红旱到底要飙到哪里 哎呀呀 不好说啦 但甜心早就让你赢在起跑点了 所以我说 这个重点是大家要了解的 就像上个礼拜一开始 我一直说你要太弱流强 没错一定要 太弱流强你要检视持股 那检视持股以后叫你呢 不该凹单的就不要单 为什么你小赔五个百分点 八个百分点没有关系 你换到延西的股票 你换到延西的股票 是不是帮你解套间获利 没错 解套间获利 我都说过 我不敢说我股票每一档都会很飙 至少可以让你稍微转换一下心情 对的 真的 不要让你的情绪被盘视所绑架 即便是你可能小赔五%十% 换到红旱这一档股票 它可以很快的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了 所以我常讲 盘视即便一整年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震荡 那但是震荡我们也要赚钱 反弹我们也要赚钱 那我问大家你产业的结构 产业的概念要不要很了解 当然要 你一定要 所以我常告诉大家 你任何时间下手 你都麻烦用长线产业的观念 保护你中线 营收的观念 没错 再保护短线的技术面的震荡 没错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两天 这段时间大盘已经回落700点了 然后反弹第二天 是 反弹才第二天 我的红旱早就帮各位赢在起跑点 有 那反弹才第二天 各位想不想要知道如何赚得长长久久 当然想要啊 我说了嘛 如果这里是反弹 我也赢了 对不对 当然 如果这里是回升 那我赢更多嘛 没错 我要你每次操作都是这样 所以我说生根产业很重要 就像我昨天在盘市回落 还提醒各位这个盘什么很强 你一定要把政策扶植的产业寄到脑袋 有的 军工有没有 有 军工 我不是现在才讲 是的 我去年就讲 有的 而且呢 我也实在做给大家看 实在做 实在讲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说去年一波我们军工8033 这只好 好 雷虎 因为去年买的成本有够低 那 二字头而已 二十一块 二十多块而已 我去年买二十一大家都笑我 我告诉大家你要了解产业 所以我说 我对雷虎的了解给你听好了 雷虎在去年九月 他受到经济部的临选 已经成为就是国家关注的厂商 到了十二月又受到经济部的临选 成为无人机的主导厂商 所以去年其实国家已经很关注他了 到了今年二月 老师怎么二月还有 二月他不是推一个海狼号吗 水下潜舰吗 那他又推出 就是无人机跟美军合作 所以呢 美方的大单他又抢到了 所以 今年他又用无人机打入美国市场 这是重点 对不对 好 还有干嘛 跟我们的国防部 又签契约 然后又打入美军 那我问大家好了 如果又打入美军供应链 又拿到国防部的订单 那换句话说 五国内有订单 有 国外有订单 有 捡到枪了啦 有 乌拉乌拉 所以我说该如何赚的长长久久 就是像我这样 了解产业 生根产业 把公司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先看清楚 没错 把接下来产业会有新的题材 先讲 先看清楚 对不对 新的获利先看清楚 你总不能等到获利灌进来了 我们都先赚到一轮了 成本21的时候获利灌进来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喔 成本21的时候经济部选他了没有 还在谈 老师有没有让你赢在旗袍 赢在市场前 所以我说我花多少时间 各位根本想不到 但是你看我股票的买点 我可以以后买在相对低档 买在底部 然后低档卡位 底部进场 然后孤独的勇气 全市场在笑我 没错 就是这个概念 再来喔 你看雷虎 好 雷虎我去年做一趟了 对不对 今年各位过年前 有没有来拿那个 2023的趋势预言大报告 有喔 在今年年初 在特别节目的时候 就已经给大家了 我也是送给各位啊 五四分享耶 我说今年2023的趋势 你一定要注意啊 是一整年的规划喔 军工挂头牌 就三档 是 2634 汉翔 有 雷虎 嘿 全讯 有的 各位来看 好 我要你看K线 这个还是我过年又多给你的嘛 没错 让大家赚的嘛 那你有发觉 我过年在这里给你耶 汉翔一波耶 从来没看过汉翔这么会飙嘛 真的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汉翔其实前身 他一直以来是大牛骨 他前身是国军的一个部门 他是拖出来 现在成立汉翔 所以换句话说 他跟国军的关系 本来就比较好 这样了解喔 而且他拿到G1订单 等于换句话说 他3500亿的订单躺着拽 好的 有没有够了解 有 非常了解 所以我说我军工 从去年讲到现在 是啊 让你从去年 你看这个字卡的时间是去年 11月29号 然后趋势大预言又是今年 有 好 今天你看到了盘 反弹第二天而已 宝一是不是又叮咚 天啊 我都在敲我字卡 我给你的股票喔 盘一回声 老师的股票已经冲出去 直接亮灯锁掌停了 就是这样啊 然后呢 4541 哇 也是很强啊 是啊 我要你看K线很清楚 你有沒有发觉 这些K线跟大盘 是脱钩的 完全脱钩的 你现在看到是全讯的K线 跟大盘 是不是脱钩的 大盘回落700点耶 8033 跟大盘是脱钩的 你叠你家的 对 我长我的 我要不要长而已 就是这样 我长一点 我就像薄衣一样汗一点 直接冲出去 手掌停了 我前面很汗 这里休息几天可不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啊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赢在起跑点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啊 好 那2023趋势大预言里面 是 真的很优质 为什么 你看电动车 电动车 哇 6235 老师 一讲到华福喔 我好害怕喔 老师你真的神预言神预告耶 直接说三位数就来到了三位数耶 会员通通出来转阵喔 哇 太猛了 老师 华福后当时啊 在去年的时候 你第一次买33 买33等好久喔 我上冲下洗 被洗到脱两层皮 后来呢 股价开始起飙以后 是在过年这段时间 股价开始起飙以后 我突然觉得 波云见日 仿佛坐上了喷射机一样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要忍耐住前面 上冲下洗的那个 过程 对 就是这样 可是很多人都不 耐不住 一定啊 稍微信一下 抱不住就买掉了 没关系啦 所以呢 干嘛 我就再加码嘛 49块我再给你买嘛 老师 你33块买了以后 后来到45啊 44啊 43 你没有买49块加码是对吗 这样对啦 会不会去追高了呢 对 其实 那你来看现在已经破百了 是不是 买得真漂亮 所以股价真的不要看一天 真的也不要看两天 真的不要只赚一点点 千万不要啦 你看这一段时间 严格来讲就像我近期 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告诉你 大盘严格来讲 从1月就是横盘震荡区间整理到现在 没错 你看这个大的 有没有 大的长框 看起来什么叫大的长框 长红K线带大量的低点都没有破 破一次三天内站上 破了 这个稍微有一点接近 是不是两天开始反弹 是的 所以换句话说 15900上面有压 15200下面有撑 是不是 就是上下再晃 就是一个区间 对对 过年到现在都是区间整理 但好好赚耶 老师 是啊 我不要讲多 我就讲2482就好了 是啊 我就讲2482 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 在任何的盘市 我都会尽量让老朋友 跟新朋友 都是赚 有啦 有啦 都有啦 所以你会发现到 老师的股票怎么可以这么的飙 行情盘市震荡 都不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继续的涨继续的飙 稍微一回声 马上锁长停了 我的老天儿 老师 我还是要帮投资朋友 福利一下 谋一下福利 昨天那个快闪优惠 真的是反应很热烈 谢谢 我要这里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真的是谢谢 大家都是内行的啦 我都知道这个时间来后 都会捡到便宜 真的是捡到便宜呀 那活动 好啦 我这么讲 大家真的在这个时候 要把握机会 一定要 真的是要把握机会 好不容易大盘下来 有便宜的了 对 这是重点 可以便宜的 好不容易大盘 现在回来700点有便宜的 想要把握机会的好朋友 今天快闪优惠 我在家开一天 感谢甜心 赞看甜心 有听到的好朋友们 赶快手刀电话来做播通 想要因在起跑点 赚得长长久久 越赚越多 趁得大盘回落 眼睛背后会赶快醒过来 跟上甜心 股票买好满满 接下来就是赚不赚吗 快闪优惠 来听到快闪 真的是 阿萨里 一句话 停不停到底 务必来电足把握 错过不再 广行 留给大家打电话 欢迎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 赶快电话拨通 今天的我们的快闪优惠 再加开一天 错误就没有了 今天再加开一天 昨天反应相当的热烈 打电话进来的都是内行人 趁着我们的快闪优惠 会赶快跟上脚步 趁着盘拉回 股票可以买便宜一点 然后张数可以买多一点 这样子才赚得快 这感觉还是好 真的好 其实我说过后 不管盘是在任何的状况 我都会尽量让老朋友 跟新朋友都是赚 那你听起来也很简单 但是老朋友 你有没有想过 你之前的雷虎 然后连羽是都买得很低 华福 JPP 林群 直通 都滴滴的买 都冲出去 长辈股的成为长辈股 那即便台股回落700点 问题我已经脱开成本 获利奔跑 我成为长辈股以后 我只有想赚 多少的问题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老朋友是不是一直赚 对呀 那新朋友呢 你看前面的酒品芝麻官 训莲 建通 松浦 浦安 续品 金语 再到近期的红旱 我是不是标股一档 跟你接一档 对呀 就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后 股市里面真的是很有钱赚 但是你跟对人很重要 为什么来 就像这个字 其实中国字 这一 我很爱 大家都想要赢 对 因为你进股市 你就想要成为赢家 对呀 因为你进股市 你怎么样 你都不希望当阿姿喜吧 当然不想要啊 对呀 那你不希望当阿姿喜 你看中国字这个很漂亮 它是五个字拆起来的 王口月被凡 组合起来变成赢家的赢 没错 那第一个就是王 什么叫王 你生死存亡 你要活 还是你要王 是不是很重要 对呀 所以是不是盘氏有震荡的时候 你要很敏感 所以又拉回去 你会发觉当盘氏在上周 很敏感的时候 我就叫你太弱流强 我的风险意识强得很 马上叫你太弱流强 然后不要凹单 然后不要凹单 真的回落的时候 要你跟着我们赢债 起跑点 这个操作是很有节奏的 没错 就像我刚才平花讲 很多好朋友后 就是昨天的快选优惠来的 对呀 大家就内行人 其实我这里要讲一个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聪明 我不管你的资金大小 为什么 我讲白了一点 假设你是小资族 你现在进来 很好 为什么 因为本来比较贵的股票 现在回落了比较便宜 但是之后 我假设好了 之后假设电动车订单爆发了 对不对 是啊 现在是不是比较便宜 对呀 那是不是相对优良的买点 没错 漂亮的买点 因为冲高的有回落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大资金的好朋友 更要在股价这段回落的时候来 为什么 假设 假设好了你100万 以前可以买50张 我说股价比较便宜的 大概20块 十几块 你可以买50张 但是股价现在变便宜了 你是不是可以买到快要60张 70张 张数又变多了 对 所以我这里才要一直告诉大家 我就说你想要当赢家 你的风险的控管 要非常好 当然 就像我说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今天来找我 我也不是一档一档的 全部帮你换掉 很多的好朋友都说过 他以前就是去找人 找其他的人 然后持股给多少 他就是全部就要砍掉 我不是 我是一档一档的帮你看 我一档一档帮你看 我有我的节奏 为什么 因为假设有些 我看到有些投资朋友们 其实很会买股票 买得很漂亮 那重点他可能就是 不知道比较相对好的卖人 不知道该如何挺立 就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假设你买的公司又很好 下半年有机会 我让他 现在你是负30个百分点 我可不可以让他 负15个百分点再走 或负10个百分点再走 当然可以啊 少赔就是赚啊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是说你今天来 就是全部整挂卖掉 如果你只是5个百分点 8个百分点 表示你很好 因为你有赢家的意识 稍微有一点点回落 你就知道要找专业了 对啊 对不对 那这样更好 5个百分点 8个百分点 小赔啊 真的 直接换啊 是的 那你直接换到洪汗 是不是这样拉上来 你是解套间赚钱 没错耶 是赚钱是轻松的 对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花时间 看你的持股 你一定要整备你的持股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第二季 5月中就会公告 今年第一季的全数财报 那到时候丑媳妇会见公婆 你一定要很注意 一定要的啦 我们常说专注产业的重要性 常常在提醒大家 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花的时间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老师专注产业 今年多才还不到4月底 还4月还没走完 7只长辈果 还有其他的还没有加进来 我一直提醒大家 老师你要赶快加进来了 好 重点是今天的快闪优惠 今天是特别在加开 因为很多的好朋友们反映 老师你这个活动真的太优质了 老师一句话 挺你挺到底 真的是阿沙利 几顾尾就是挺你挺到底 想继续赢在起跑点越转越多的好朋友们 务必赶紧电话拨通 直接跟上脚步咯 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甜心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品化 幸运甜心在华冠 荣华富贵 赚不完 延期祝全国的好朋友们 操作顺利咯 YT频道的好朋友 明天见啰 拜